中广新闻网newsradio 最有趣 周日Mr.B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 《远见》杂志的副总独币 邱丽燕小姐 你好副总独币 你好 我们看到事实上在上一期节目中 谈到中国 真的它的经济的发展过程里面 真的是似乎应用那句话 超音感美 它真的搞不好 真的到未来 2027年真的会成为全球 第一大的经济体经济大国 但是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的是 它到底是如何创造经济成长的 它过去我们以为中国大陆的那个劳动力 或者是它的那个代工 或者是它那个进出口的庞大的市场量 是支撑它经济成长的主要动能 但是如今似乎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 已经不是如此构化的了 他们已经在发展另外一种科技创新的经济模式 回过头来我们要请副总独币 帮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说 这一次您所做的这个特别报道里面 到底您看到了什么样中国式的科技创新 又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 跟了解说我们也可以应该从里面 得到一些借鉴或者是利益呢 副总独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 拜访了一家公司叫矿式科技 矿式科技 那它的产品叫Face++ S-A-C-E 哦 这是脸 是Face 那它发表的一个技术 就是所谓的刷脸技术 它应该是 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早 这个把刷脸应用在这个 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公司 您所谓的刷脸 就是人脸辨识系统的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现在大家用Apple iPhone手机的时候 都会用刷脸解锁嘛 那这个的话 中国的代表公司 就是这一家矿式科技 然后它的创办人非常年轻 现在才30岁 它是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学霸 高二就被保送大学 然后他跟他的两位师兄弟 一起创办了这家公司 那事实上人脸辨识 在学术界已经研究了四五十年了 是人工智慧领域当中 科研时间最长的一项技术 那因为人是这个商业的主体嘛 所以这项识别技术的价值 应用起来也是市场价值非常高的 但是人脸技术要研究那么久 就是因为它真的很难 人脸会有年龄的变化 然后光影照下去也看起来不同 然后打扮穿着戴帽子什么的 都会影响到这个机器来辨识出这个人脸 所以这个到了这个矿式科技的时候 他们是运用一个新的思路 叫深度学习来做这个刷脸 所以就进行了突破 但是矿式科技要能够影响到全世界 要拜马云所赐 因为马云在汉诺威的时候 当场在各国领袖面前表演了一个刷脸 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汉诺威纪念邮票 然后让这项技术就是明亮实际 它是刷脸 然后就直接透过支付系统把它复掉了 对不对 对 其实原来去年iPhone X iPhone X的那个人脸辨识系统 今天来看起来 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手机解锁这么单纯而已 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创新应用下面 刷脸技术 人脸辨识系统已经做到处处是商机了 因为它似乎已经导到商业语言模式了 是不是呢 对 首先就是这个门禁的问题 那这个事实上红海已经 红海有投资这家公司 所以红海现在在土城 他们的工厂进出 已经是靠刷脸了 已经过去说我们说 打卡 不打卡了 现在打脸了 打脸了 这个真的好 你过去然后它那个辨识处你的脸 然后就会让你进去 真是很好的功能 叫打脸 对 然后矿式的这个火眼金睛的技术 还应用在中国公安部门的天眼系统 那我觉得这个很酷 这是用来找所谓的空气饭 是吧 对 因为它在过去这段时间 帮公安在中国各地抓到了 大概快四千名逃犯 它就是在捷运站 地铁站 这个火车站 然后这边装监视器 然后如果这个监视器 拍到这个人的脸 然后刚好跟那个资料库里面 某位通缉犯的脸 百分之九十九吻合的话 他就会通知公安去抓他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 人类科技真的是难以想象 您在谈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就想到好几年前 我看过一个好莱坞的影片 事实上叫做Eagle Eyes 还是什么 还是叫天眼 他就是用大量的那种 这种监视系统 然后有一个电脑天才 写的一套程式 他就可以追踪 每一个人到天海海角 原来这件事情 如今已经实际发生在中国大陆了 对 这家公司已经是中国这个 反正说世界这个 市值估计最高的一个公司 21美金 天哪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在这次您的报道里面 特别写到说 当然它可以大到说 为中国公安做所谓的犯罪预防 或是去逮捕通缉犯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商机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竟然也可以帮面膜 做生意啊 对 这个很特别 就是中国一家面膜品牌 主动找上矿石科技 就是说 因为这个面膜公司发现 有些人的脸就是特别长 所以他们的面膜 就没有办法覆盖到全脸 所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痛点 就找上矿石 然后帮他们做这个人脸辨识 就是说用户 使用者下载了这个面膜公司的APP之后 然后拍自己的脸 然后他就会给他推荐 适合他的用适合他的脸型的面膜 甚至还可以猜测他的年龄 所以基本上 这是避免消费者买错不同不合的size 对 就发现人工智慧在中国 事实上是很接近人民的生活的 真的 他不是在实验室里面的一个高科技生产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把很多的科技的运用 落实到生活面上了 而且他们的那种想法 经常是很独特的 我们所想不到的东西 真的是很厉害 那其实我们在谈人工智慧 其实他在某一些层面 大量运用的人工智慧 或大数据运算 其实在做了很多结合 那其实最近我们在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超级物流 我们在谈人工智慧里面 有谈到所谓的无人车 这东西事实上 好像在这个技术领域里面 中国大陆也运用到很多电商模式里面 是不是 对 我们这个报导 事实上几乎是把最近中国最热门的新创公司 包含人工智慧 共享经纪 还有新零售的 最顶尖的公司都一网打尽 采访到了 然后也在这支专辑当中呈现 那我觉得就是他们有一些 心态或说有一些技术 或说有一些市场的应用 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 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超级物流 那我们采访到的是京东 这个叫X企业部 X X就是很神秘的意思 很未来很科技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公司 我们为什么去采访它 因为它做了很多的 无人配送的设计 听说他们在大学校园里面 设计了一个无人配送车 然后就是那个车子可以帮忙 把那个淘宝上 京东上面订货的包裹 送到学生宿舍 送到老师的教学大楼 然后还会说话说 如果你靠近他 他会说 我现在工作 不要靠近我 真的 然后当到他会发警信通知 人家下来拿包裹 他就说 您的包裹到了 请念收 然后拿走之后 就说请帮我关上门 然后他就继续去送下一单 他是会说话的一个 无人配送车 OK 但是你刚才说 他现在是只限制在校园里面 对 因为校园里面比较单纯 就是说 人车都是比较守规矩的 OK 然后大家的交通速度 也是比较慢的 对于这个无人配送小车来说 是比较能够确定完成任务的 一个特殊的场域 但是我们要 京东事实上 它还有一个蛮特殊的 大家一直在讨论之后 它的确也有所谓的无人送货机 对 事实上它是已经超越了美国亚马逊 亚马逊的无人机是直接 送到消费者的门口 但是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固定的几个 几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全美国都通行 但是京东他们做的一个方式 是真正可以商用的 就亚马逊他们可能还是在时间阶段 但是京东他们是真正是可以在商用的 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试点的地方 一个是江苏的树圈 一个是西安 那他们已经有 可以把这个 如果你是住在树圈或是西安的人 你就可以用这个无人机 如果你是在偏远的乡村这边 你可以用无人机 然后把那个无人机会把货物送到这个 那个当地的一个配送小镇 配送的这个 一个集中区 对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 它就会通知你去那边取货 所以这个是已经确保了这个无人机配送的 所谓的常态化运营 然后他们已经有40条航线 可以辐射20几个村子在西安 哇 其实无人机这样的物流配送 其实真的是比较符合像中国大陆那个浮沿广大 而且有很多小的农村 它是因为交通的条件相对的艰难 无法透过一般的交通物流送达的时候 其实无人机就是完全是突破那个障碍点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到 一个是当然是他们的一个技术 实际上这个团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这个无人机配送的一个落地的任务 那他们也获得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 然后因为无人机会有航空的管制 它可能会有一些飞航路线的一个障碍 所以他们有跟当地政府 然后划进这个航线 这个也有航力的事情 蛮厉害的 其实我们在谈到科技重新里面 这些年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热门的 就是大家比较熟知叫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已经我们知道从过去 我要去国外去旅游的时候 防止我要透过旅行设计饭店 但是现在因为有所谓的Airbnb 就是共享经济这样一个模式出来之后 好像变成很多事情都变成 原来我不需要去特别去为了某一件事情 去拥有某一个物件 而我可以透过共享经济 轻松的达到我要的目的 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陆 好像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也特别的快速 甚至套句广告词 几乎是什么都可以共享 怎么共享都不奇怪 连雨伞都可以共享了是不是 对他们还可以共享篮球 共享篮球 好那我想共享经济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 应该就是在我们台北或者是其他的几个城市 已经在发展这是U-bike共享单车件事情 但是在台北的U-bike发展相对是成功的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这种共享单车件事情在中国大陆所创造出来的 却不仅仅只是这个单车的服务共享而已 他们甚至已经发展成一种 total solution 可以把共享单车这些事情输出到其他国家 包括已经输出到9个国家 176个城市 真的是难以想象 但是他们现在做什么样的商业营运模式呢 富途都会去帮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我们采访这家中国大陆的共享单车公司 叫做摩拜 它是摩托车的摩 然后拜托的拜 然后摩拜比较特别 我觉得因为共享单车并不是中国大陆先开始发展的 不是中国发明的 但是中国却可以把它做到极致 然后做到其他国家 做不到的一个地步 那比如说 中国大陆的摩拜 不宜跟台湾的U-Bike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 我们都是在固定的地点 然后取车跟还车 但是中国大陆的摩拜是 你想把车停在哪就停在哪 真的啊 对 然后你可以在很多地方 然后找到摩拜的单车 然后走 所以这一点就是他们更方便的一个展示 是是是 你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取的车 那我把车到家 我就停在家门口也可以是不是 对 然后大家就说这个摩拜共享单车出现 实际上是考验中国人民道德心的一个开始 是是是 因为你可以随便停放嘛 嗯 然后然后有些人 是不是就会把他偷回家 回家里去了 对啊 实际上也没关系 因为他里面有隐藏很多的所谓的黑科技 我放在你家 然后只要你每天有其他的话 他也是OK的 每天预期嘛 你等于是月珠了 但是啊 这样做 因为到处都有共享单车 是是是 你干嘛要死守这个其中一台呢 没错啊 好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但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做到所谓的整体输出啊 还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 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键要素吗 我觉得他很特别 就是说他这个车子是 第一个是强调这个坚固 就是说他要做的 他们生产出来的车 单车 号称是可以用三年风吹一打 什么都不用换 连轮胎都不会漏气的 真的啊 对 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一个产品 所以被他们输出很多不同的国家 然后不同的地区环境的时候 产品首先不会需要有这个维修的问题 是是 那同时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有所谓发展空间大数据 这样的一个技术 他们可以透过在中国的经验 然后比如说哪些地方 什么时段 人流特别多 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值 然后复制到其他国家 让他们可以迅速在其他国家 获得广大的使用者都可以提到 了解 就是什么地区 什么时段 它的使用量需求量最大 所以他能够轻易做到调控配车的 这样的功能 对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叫做智慧锁的 这样子一个功能 就智慧锁里面 就是说里面有GPS 然后有开锁装置 是 他们的单车不是 就跟我们U-Bus一样 是用手机去刷的 刷了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把车子 骑走 但是他们可以事后去追踪这个车子 在哪里 那很特别就是说 因为考验中国人民到的新的时候来了 事实上他们曾经用这套系统 发现他们有三台车被乘在黄湖江里面 然后他们就只好去雇船 把这个车捞出来 最后只有捞到一台 所以可能太难 太难把它 太难打牢了 也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小故事就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魔力 那事实上他们也在挖掘这个空间大数据 可能带来一个新的商业机会 因为他们有单车的这个行动轨迹 所以他们有可能 譬如说中午的时候 大家有可能会从办公室出来 骑共享单车 骑去吃饭 所以在这个路径当中 他们就可以提供这个 这个上班族 哪里可能哪家餐厅有优惠 然后哪家餐厅可能有特殊的活动 把这个优惠券送到这个 使用者的手机里面 然后这个上班族就可以去 他所推荐的这个餐厅用餐 然后创造这个新的这个商业机会 真的 说到餐厅用餐 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 现在这种新的科技 就是我们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知道 听众说之前Amazon在实验一个 所谓的无人实验商店 就Amazon Go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所谓的无人店铺 无人商店 或者无人超商这件事情 在中国大陆 已经不是实验的商店了 它早就已经变成是 实际上线 商业运转的 一个实际的产物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副总组 这个无人商店叫做冰果盒子 冰果盒子 对它是在2016年的8月开始施营运的 那它跟Amazon不一样的地方 Amazon的无人商店是2018年的1月 才正式对外开始营运 那这个冰果盒子 2016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那无人商店 像大家想象中的 就是你刷手机 然后它会辨识你的人脸 然后发现你是注册的用户 就开门让你进去 然后你选完商品之后 把商品放在这个无人的收银台前面 它会自动感应 然后告诉你结账多少价格 然后结账的时候 你不用拿现金出来 你就用手机刷 然后用这个行动支付 然后付完钱之后 然后出门离开就结束了 让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采购的一个行为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OK 所以真的很难想象 就是说到底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我们因为没有去实验过 当然它可能要运用到 刚刚您所提到的很多的技术 比如说刷连技术也会运用到里面 对不对 我进去可能要刷脸一下 我确定你这个人 然后你可能进去 然后就开始用各种的 室内会有监视器 看你有没有在偷吃 然后就运用很多大数据运算 然后它几乎是很多的新科技的运用 到最后落实到这种所谓的无人商店 真的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可以在短短的五到十年 在创新科技运用上会有如此高速的发展 甚至已经直接导入商业的营运的模式中 我想它并不是只是一种实验创新而已 它凭借了成功要素应该有非常多 您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如果好像中国大陆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从中央的政策一落定之后 似乎用政策领导执行力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另外一个其实做创新进行 另外需要一个元素就是人才 到底您在这次的整个的采访报道完之后 您所看到介绍这么多的中国社的创新的成功模式 那到底它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是不是也值得我们要来做一些吸收 跟能够引以为借鉴 能够去做转型的要件是什么呢 副总陆比 对 我觉得一个刚才没有提到的 就是说要素之一 事实上是一个政府的开放态度 就是说中国政府是那种少见 对于这个网络商业行为 这是非常友善的一个政治体制 你都想想不到 虽然它是中央集权 但是它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 不是假设不是它从中央下发命令 要大家推动的一个政策之外 民间自发构思出来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无人商店 或者说无人配送 无人机配送这样子的一个新物种 所以中国大陆政府的态度 这几年让我们观察到说 真的是非常比较是比较一种容忍宽松的方式 所以说行动支付台湾喊了很多年之前 被误认为是取钱 然后插紧了很多的业者的脖子 不让开放 但是中国大陆对于这种行动支付的态度是 先观察 然后看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有发生问题之后 再来制定一些新的政策或规定 来进行约束 所以你就发现在这样一个比较 法规比较友善的一个环境当中 事实上一些网络的新创行为 是比较容易迅速 然后大规模的发生的 所以就带来了一个创新的机会 没错 因为的确很多东西 如果政府的态度或政策不支持的话 很多创新光的idea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已经被扼杀掉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实验的空间 那更不要说 它到底最后如何落实成功了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想 结果最后 我想也听听看副总主币 您对于说 如果说今天 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能够让台湾的经济动能 能够再做成长 如果说我们从这一次 您所做的这个种种的 所谓的科技创新的这个报道过程中 台湾的经济真的是 是太久了 不管是说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 还是说用正面的思考 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改变 找到机会可以让台湾的经济 再做一波新的创新呢 负责主币 我不敢那个没有那么厉害 可以这个来指导台湾的经济发展方向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感想是这样的 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的创新 事实上有它的背景环境 还有它的一些因素 那这些背景环境因素 事实上是台湾无法模仿 或说无法学习的 比如说人口众多 台湾是2300万人 没有办法一下爆发到上亿 所以很多的 譬如说这种无人电 或者说共享的模式 在台湾就比较难 比较难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 就是因为它的网路基数 实在是太 不是那么高 就是说台湾市场小 这是其中一个 不能模仿学习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可以借鉴的 就是说他们 对于创新的一个欢迎的程度 或者说他们对于创新的一个支持 不管是从政府到这个资金 就是所谓的创投的公司 然后到民众 他们对于创新 事实上是到此一种友善 然后欢迎的一种态度 那他们的创业者 也不怕失败的 在一直不断的进行新的创新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 我们借鉴的一个地方 是的 其实任何一个创新 都是需要很多条件 一起来支持的 当然觉得不会只是一个脑袋 的一个突发奇想而已 当然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非常高兴 邀请到的是 原件杂志的副总主币 邱丽燕小姐 谢谢你副总主币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到中中 我们将进行生活医疗 大小事健康单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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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